您知道做出一杯美味的咖啡 有哪些要領嗎 新北市青年局舉辦無可執崖課程 就是有靠山的意思 包括咖啡實作 美工設計 還有產業趨勢解析等 希望透過多樣化的課程 提供青年踏入不同領域的管道 要製作一杯好的咖啡 老實說溫度很重要 家裡面的飲水器的話 有時候水溫大概只有80來度 它沒有辦法達到90幾度 水溫低的話 它萃取率就會低 咖啡粉裡面溶解出來的美味的物質 它會變得比較少 會導致你覺得你的咖啡喝起來 就是悶悶的 味道好像不太夠 這是最常發生在家裡面 我們自己沖咖啡的時候 它的狀況 在始作課程中 新年局邀請台北金杯大賽 專業評審擔任講師 從咖啡的起源到充足技巧 讓學員跟著老師一起踏入咖啡的迷人世界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商用咖啡跟精品咖啡的差異性 然後再帶大家沖出在家裡面可以很簡單做出的精品咖啡 我們會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包括用充足濾杯跟手沖的方式 配合國際精品咖啡協助所定義的金杯準則 然後用最簡單的方式讓學員們能夠很輕鬆地學到 如何在家自己充足一杯好喝的咖啡 因為咖啡平常工作的時候都會買一杯來喝嘛 所以就想知道說那就是更深入的了解自己喝的咖啡這樣 而且老師蠻熱情的 而且講話很有趣 然後你就會一直想要往下聽 然後講得很仔細從頭開始分享 然後你就會全面都了解到 就是不然是咖啡的歷史啊 還是要怎麼沖泡啊 然後他自己在沖泡的時候手法也講得很仔細 就是要停幾分鐘然後要注多少水這樣 青年局辦理有課五口植牙課程 包括咖啡石座 美工設計以及產業趨勢解析等 代理青年規劃植牙藍圖增加軟實力 青年度的課程大概分成五個方向來做一個規劃 第一個就是職場賠力 在這個職場賠力的課程當中 我們主要是提供一些像是職場應對啦 然後履歷見證啊 面試模擬啊 相關的課程規劃 第二部分我們也有在科技賠力 那主要就是針對一些比較現行新的 一些像是CHERGPT啊 AI啊 這些相關新的科技知識 來替大家做一個普及 那第三個呢 我們也針對了創新的部分 這都是一些設計相關的課程呢 也有在做一些規劃跟提供 去年共有四千多名青年拱鄉勝舉回響十分熱烈 青年局表示 之後也會持續推出系列賠力課程 選出青年培養興趣探索人生目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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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